小小的時候,我們有一間小店 因為爸爸媽媽很忙,那時候是一腳吃的 所以我兩、三歲已經開始在店鋪坐 上學之後,譬如幼稚園,課學又坐 小學一直都是這樣 甚至一段時間,我記得有很多客人 我和我都開始幫忙 其實一直都知道做生意好,做這些好是很辛苦的 到了我長大之後,其實我很喜歡數學 但又不會讀數學,就讀會計 所以出來之後,其實就要想一下 如果要找一份工作的話,其實都要自己的訓練好看 所以在訓練的時候,就會去找一些不同的工作 然後其實都是回來香港做事的 所以其實我做了幾年檢查 然後才回來公司做 我想,其實我爺爺都是做到99歲的 所以我爺爺是一個車肉工匠 他就十幾歲開始車肉 揹著車肉機走到香港 所以你見到他就知道了 其實你見到他就知道了 他都...他99歲之前的半年 他都是每天去肉器市場那裏做事 聊生意的 你一見到他拿著肉器 他是從生到笑出來很開心的 我爺爺都是喜歡做事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 有一點點遺傳 其實大家都會很... 預工作於娛樂 所以我經常說 工作是我生活的一部份 所以我又不覺得很辛苦 一定要... Stay hungry 去一些新事物 問就問吧 真的需要問 而且有些特別是這個行業的 我覺得問我爸爸或者其他在這裏的前輩 就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渠道 其他的一些知識 更加需要他自己不斷去沉默 其實我又不覺得我是... 特別想做一個女強人 不過我真的自己本身喜歡做事 所以其實我會... 都是... 當你享受你的工作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覺得很滿足很開心 所以我又不是特別要做一個女強人 但是我會覺得... 就是... 我想他一邊做事 可以一邊有不同的作品 或者一些... 就是工作出來的項目 是有幫助和有成果 如果要說女強人 我寧願會是說工作狂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就是工作的時候 是我的生活一部份 那... 我覺得一邊做事 我是可以很充實 都去活著 好幾次 活的 好幾次 用那一塊 整個 PLYDA